让中国企业 特别是做比较好的企业 能知道自己在品牌建设上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样的话 他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品牌建设 同时的话 也会引导其他没上榜的企业 他们也来关注自己的品牌建设 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 能够走得更快一点 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 那么这三年下来之后 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们来做评估的这几点好处 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清华是一个学术单位 我们是第三方 它是公正性的话不容易质疑 清华是一个理工的学校大学 而且是顶尖的 它的科学性不容易质疑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论的话 又采用上市公司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上的话 又不能够有任何造假 所以它的客观性的话 也不容置疑 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能够把这样的一份榜单 长期做下去 并形成逐个大的影响力 我们是在想 是否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指标 来衡量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速度和水平 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考虑的话 我们能看到某些行业变得 平常价值链的越来越多 某些行业它慢慢萎缩 这是整个供给侧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不对 我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我们向价值链的话高端前进 那么很显然的话 在这里边我们能够做出判断 否则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宏观的经济指标 能够比较准确的来衡量 但对于企业个体来说的话 当然也很重要 今年什么样 我去年什么样 我看到了我这一年的进步 同时它又能看到别人的变化情况 特别是同行业里 人家的公司 也许是我们对标公司 人家走得那么快 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都出来了 所以能够说明的事情很多 通过纵向的一种比较 这原因实际上比较好理解 因为一个公司的整体经营的结果的话 相对一般来说是稳定的 就比较稳定的 但是局部的调整可能是大的 所以它就导致了海外网这一块 作为它业务的一部分 变动就会变得大一点 因为作为一个公司来说的话 真正的品牌做起来很显然 你在海外应该也是被认可 而且在整个国际市场上 成为一个强势品牌 才能说你真正的是一个优秀的品牌 所以我是希望的话 我们的企业将来都是全球视角来经营的 都应该是在全球市场上来考虑这件事情 我们的优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